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的这一次合作也让非常多的网友感觉到非常的奇妙 毕竟景博然作为娱乐圈里面非常有实力有颜值的演员 在娱乐圈里面发展非常的不错 而在1999年出生的最开始作为模特出道的演员宋威龙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也是有非常好的资源 两个人这一次搭档还是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的 景博然这一段时间并没有非常多的作品与我们见面 但是纵观他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都是非常精良的 无论是和郑爽一起搭档拍摄的电视剧 还是和妮妮一起搭档拍摄的电影等风来都是制作非常精良 剧本也很优秀的电视剧作品 而景博然在最开始的选秀节目出道之后 作为歌手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便成为了一个演员 虽然不是科班演员出身 但是他的演技绝对是在娱乐圈里面同龄男演员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这两年也几乎成为了票房的代表 前一段时间和宋家一起合作的风中 游多宇做的云在上线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 而景博然在私下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风格的设计师 私下生活的品位也是非常的好 他为自己设计的家屡次地登上了几个杂志的封面 并且有非常多的采访都前去了他自己设计的这一套房子里面去拍摄 也可以看得出来 景博然在作为设计师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 私底下的穿衣风格也非常的有品味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男明星了 而出生于1999年的宋威龙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的资源也是非常的好 和宋倩一起合作拍摄的电视剧下一站是幸福 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 这两年作为主演的几部电视剧 在娱乐圈里面大爆也为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他非常高的颜值 在出道之前就是艾格杂志的一名签约模特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十分优秀的平面造型 这两年他的演技虽然备受质疑 但是他这样高颜值也是有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喜爱 而这一次景博然和宋威龙的首次搭档面试 是以古装剧的形式展开的 也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 而这一部的电视剧的质感 相似于易烊千玺和雷佳英主演的电视剧长安 十二时辰的质感 不知道这一部电视剧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期待两个人的合作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